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油价是各司机只关注的点 在本次的计价时间里 国际原油价格不定 上下浮动 出现不稳定现象 国内油价调整或以明年首次搁浅 相关报道 3月12号 原油变化率负增长0.28% 所对应的汽油柴油下调到10元每吨 而在本轮的九恶工作日中 相关专业平台测试出 原油的变化率会达到62.63美元一桶 近日还做成了成品油 不限价也不调整的规定 而今年创在预算中测试 本轮的原油的平均价格并没有那么多 为62.41美元一桶 变化率是负的0.1%的增长 宣称 调价幅度未达到搁浅的比率 今年开始 汽油的总数据显示有下调准备或者是已经下调 汽油下调 每吨115 柴油下调 每吨110元 这样一来 两涨两跌一搁浅 成为2018奶牛调价的新格局也不是没有可能 直到3月12日 终于资讯数据 国内的30多个主要城市均价都有下调趋势 其中包括中石油和中石化 92号汽油标价7716元每吨 柴油0号标价6385元每吨 而汽油及柴油的零售价均价还没有下调 这些优惠政策给车辆司机带来了福利 而且更惊喜的是 加油站的优惠政策从没有停止 仍在继续中 而大家除了惊喜下调时间外 更关心的是多久又会上调 而小编可告诉车主 下一次的调价预定为本月的28日凌晨开始 而从局势来看 本次的油价调整及下一次的预调 贝科显的可能性较大